明清时期,釜州印书业达到鼎盛,最多的时候有三千多名工人,一百多家印书作坊。 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,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,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围,不仅繁荣了釜州的文化,也给老街带来了。 那个时候,我们釜州整个的临川文化圈里面,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,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,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。 早年间这样的书卖的贵吗? 几个例子吧,苏世纪那一本书,那一本书呢,他就要买16个大洋,那个时候。 16个大洋可以买两头牛,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,他都要去买一本书,为什么? 那个时候呢,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这个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。 如今在老街上,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。 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,长辈要送一套文房自保。 一支勤勉的笔,一块纯性的墨,一张一礼的纸,一台笑脸的燕,给予孩子勤勉读书,正值清廉的厚望。 在农村的话,他那个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风俗习惯,就是读到大学的,大学是,就可以这个在中埔里边,把它列入到这个民贤路里边。 就像这个中埔啊,一样是这样的。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。 依托符合马头,文昌里渐渐地成为了普通的商业、仓储和转运中心。 商行、粮店、茶庄遍布街区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于此。 汤贤祖的高祖父在明朝初年先去到文昌里。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贤祖的出生地。 受家乡尚读文化的影响,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。 正是在这儿,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《牡丹亭》,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。 从古至今,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反复地演绎。 汤贤祖出生于书香世家,家中藏书四万余册。 他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。 一年除夕,邻居失火,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,人们赶紧组织救火。 汤贤祖也冲入了火海,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,而是一本本书籍。 然而,让汤贤祖懊恼的是,大部分书籍仍被大获复之一具。 房子毁了可以再建,但没有藏书的房子却仿佛失去了灵魂。 自此之后,汤贤祖节衣缩时,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。 十多年的时间里,买了几千套的图书。 他为了,以后的话呢,防止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,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,他都要把它捧抄。 那个时候几千套书,他都要这样做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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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操作量的话呢,很大。 同时的话,我想的话呢,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,一种痴爱。 汤贤祖认为,读书是立身之本,素身之道,因此不可一日无书。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,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。 凡是读过的书,他都要腾抄一遍,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,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。 汤贤祖一生为官清廉,辞官归礼后,他捐出自己的俸禄,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, 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楚,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, 但汤贤祖却已无不能以面皮口舌和前刀之言断然拒绝。